大家好,欢迎收听升级一普通话频道。 美国对俄罗斯实行了新一轮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的证券交易所暂停了美元和欧元的交易,连欧元也不准用。 一眨眼之间,俄罗斯就被踢出了全世界主要的货币体系,引发了民众去疯狂抢购美元。 华盛顿宣布对莫斯科交易所,俄罗斯主要的股票市场,还有外汇交易实施制裁。 俄罗斯的央行声明,因为美国的限制措施,莫斯科交易所不再用美元和欧元的外汇交易计算。 完蛋了,现在连投资俄罗斯股票的当地人都觉得很害怕。 我的股票换不到欧元和美元,那岂不是会变成废纸。 当然还不止是这样,别说股票了,连你手上的卢布也都快变成废纸了。 金融时报报道,俄罗斯的外汇经纪商Fanon和BCS宣布在星期四暂停美元和欧元账户的提款。 就是说你在他那里做外汇已经没有欧元和美元了,这就死悄悄了。 炒外汇拿不到这两种货币,那还不如不炒。 俄罗斯最大的经纪商之一,BCS。 Express的分析师预测,卢布会在未来的几天较于制裁前再下跌3%到5%。 这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现在的关价是一美元对90多卢布。 但是黑市价已经到了一美元对200卢布。 已经是关价的一倍以上。 当一个国家会出现关价和黑市价,就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不再开放。 就好像中国的90年代。 当时的关价还是100港币对28人民币。 但是在黑市价已经是100港币对70多人民币。 关价是定了100对28。 不能动。 这次交易的暂停引发了整个俄罗斯的恐慌。 根据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民众疯狂抢购美元的短片在社交平台上疯传。 有很多影片被发布出来。 影片上显示,在莫斯科交易所,因为美国的新制裁而暂停了美元和欧元的交易。 无数的俄罗斯人都去排队换美元。 因为他们知道,卢布快要变成废纸了。 其实,卢布一直都在不断地经历贬值。 据说从1917年开始,如果按照现在的幅度,当时的一卢布只等于现在的一万多一卢布。 足足贬值了一万一倍。 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贬值了一万一倍。 简直就是吓死人不偿命。 另外,有一个拥有30万订阅的频道,Bankrolo,在电报上分享了民众排队的影片。 说,莫斯科交易所在暂停了货币交易的这个消息爆出来了之后。 圣彼得宝的一家货币兑换商人头拥挤。 排队排得水泄不通。 Bankrolo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 很多银行的美元汇率都正在飞速上涨。 当地的银行设定了新的美元汇价。 一美元兑200卢布。 这已经是黑市价了。 但是黑市的价格每天都不一样。 根据6月11日的交易收盘数据。 莫斯科交易所是一美元只对89.1卢布。 1欧元对95.62卢布。 6月12日是假期。 所以没有交易。 这样的情况当然是非常恐怖。 因为这样的场景再次显现了前苏联的影子。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深刻。 苏联不是强国吗? 怎么会这么穷? 物资短缺。 连买面包也要排四个小时的队。 那些人站在莫斯科的街头。 全部都是穿皮衣。 或者是穿很厚的大衣。 戴的都是这举威虎山里面的军帽。 他们全副装备。 像北极熊一样。 排四个小时的队去买面包。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你买的那些面包最多只能够吃一天。 第二天又要来排队吗? 那这个国家的人日子还怎么过? 我在当时还想。 苏联是在1991年解体。 我是在1991年之前看的新闻。 如果大家有在1989年和1990年左右看新闻的话。 偶尔就能够看到莫斯科的民众在排队。 买面包。 买生活必需品。 买肉类等等。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排队去买。 一排就是几个小时。 即便是大雪纷飞的冬天也是要这样排。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麦当劳。 1990年,麦当劳在莫斯科开业。 人们一开始要排队三个小时的队,才可以买到一份套餐。 结果因为《真理报》写了一篇社论。 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爱国。 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在为资本主义助权。 你们每去光顾麦当劳买一份套餐。 就等于是向他们资助一颗子弹。 这些子弹会设向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苏联。 结果这篇社论出来了之后,排队的人买一份套餐本来只需要三个小时。 结果变成了要排七个小时的队,才可以买到一份麦当劳的套餐。 原因就是,所有人都想去给资本主义资助子弹。 让这些子弹设向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苏联。 希望这些子弹能不断地设向他们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 这就是人心所向。 如果没有这篇社论,还不会这么严重。 结果一出来,人们就都疯了。 排七个小时都要买。 因为我们要资助要资本主义。 要打倒共产主义。 打倒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 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 一些莫斯科或者是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民众,现在已经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压迫。 因为最近他们的公墓被用得越来越多。 原因是,因为战争而死的人越来越多。 规模很大。 大到了他们出现了震撼感。 他们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一开始只是你单方面地去侵略别人。 轰炸别人。 但是人家就每天都要面对死亡。 大人和小孩有很多都是被炸得断手断脚。 但是现在莫斯科的人已经开始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当时苏联解体的原因其实在经济方面也占了重要的一环。 现在的民众已经不再相信政府。 因为之前有中共给他输血。 所以他的货币一度还是可以换钱。 哪怕是利息低了点。 而卢布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 汇价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因为有中共的书写。 有中国的银行在帮助他。 而且还用人民币跟他结算等等。 当然, 现在中共的手上有着一大堆卢布。 当然, 这些卢布一点用都没有。 只能够以后看看能勇跟他换一些东西。 但是接下来, 卢布一定会大幅贬值。 而中共手上的卢布很快就会变成废值。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 连人民币也会变成废值。 但是, 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始终不一样。 人民币变成废值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最起码是俄罗斯的卢布先变成废值。 然后再会慢慢轮到人民币会受到威胁。 所以现在很明显, 美国到了现在才算是真正的动手。 因为在过去两年, 即便是美国的制裁也好, 但是它没有限制主要的银行和交易所。 尤其是莫斯科的央行并没有受到限制。 而现在已经限制了它的交易所。 至于央行, 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关的资料。 不知道央行有没有受到限制。 如果连央行都限制了, 就等于是彻底把俄罗斯提出了世界金融体系。 那样的话, 俄罗斯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了。 任何地方你只要不让它使用美元, 它就会完蛋。 所以, 实际上, 美国到了现在才是真正的见真章。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它是在敷衍了事。 因为当时美国说是会制裁莫斯科。 会制裁整个俄罗斯。 但是, 它对莫斯科的央行, 还有对俄罗斯的大型银行, 全部都没有禁掉Swift。 没有把它们踢出美元系统。 这根本就是在放了它一条生路。 就是在放虎归山。 但是现在好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把门给关死了。 可能还剩下最后一道缝隙。 但是这道缝隙它已经挤不过去。 肯定会完蛋。 所以, 美国是到了现在才拿出真本事。 美国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战机。 不是什么海马斯。 那些只是玩具。 它们最强大的武器是美元。 你只要删掉它的美元, 整个地方就是马上崩溃。 因为你无法用美元交易。 就没有人会相信你。 香港也是一样。 有人可能会说, 我们只是跟你挂钩。 关你美元什么事。 但是, 人家有权不让你用美元。 你以为你想挂钩就能挂钩吗? 津巴布韦怎么没有去跟美无挂钩? 你以为你挂在人家那里? 人家就会让你挂吗? 大错特错。 只要美国不愿意, 你根本就不可能跟它挂钩。 它只要把你停掉, 不让你使用, 你就会马上完蛋。 整个经济体就会崩溃。 所以现在中国和香港有很多资本实际上都是建筑在浮杀之上。 俄罗斯这一回非常严重。 它的经济估计很快就会迅速崩溃。 而美国方面千万不能够放软手脚。 你这一下弄过去, 它就必死无疑。 打仗一定要打痛点。 你如果不是抓住它的痛点来打, 根本就不可能打赢。 一直以来都是敷衍了事。 放软手脚, 又怎么可能把对方干掉?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